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現在是Black Dot為你報導 江蘇徐州農村發生的白鞋母事件 在四份說法不一的官方通報陸續出爐後 仍無法平息百姓的困惑和疑問 中國藝術家發起斷鏈藝術行動 超過100位藝術家為白鞋母親、 中國婦女的處境 以及中國政治體制的變態發聲 這些呼喊對很多人來說 是來自親身經歷過的痛楚 中國傳統新年以來 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農村女子 被一個姓董的已九年鎖在爛屋內囚禁 20多年來 申養了至少8個孩子的視頻曝光後 引起海內外輿論的震怒 其中一個憤怒的聲音 來自70後的中國藝術家張九雲 她表示 這件事件的惡劣程度 真是超出人的想像 對女性的摧殘和傷害已經到了無以復家的地步 更差的是政府的忽視 不希望人民知道這件事件 我用公眾號發圖文 很快就被刪除 我的微信號也被限制朋友圈和群僚的功能 這些是我這幾天特別憤怒的原因 所有有正常思維的女性都會非常憤怒的 張九雲和官方聲稱的小花梅一樣 來自雲南 她說 在成長過程中 身邊不少這樣的故事 雲南是拐賣婦女的重災區 很多少數民族或漢族的女生 活在家境清貧或信息閉室的山區 自我防備的意識不強 很容易被拐賣 這種事特別多 張九雲 益述說 在十三歲上初中的時候 就在我家附近的地方去廁所 有個女人就過來問我 你幾歲呀 上幾年班呀 想不想出去打工呀 她說可以帶我去找好工作 當時 張九雲判斷 這個人可能是個 販賣人口的拐主婆 無理她也無上當 但是 很多鄉下地方的女生 就是這樣被拐大的 被拐到中國北方 或河南 鄭州這些地方 對雲南人來說 這裏太遠了 拐走了 就很難再被找到 張九雲回憶說 自己的舅母也被拐過 但後來 買家發現 她生個小孩 價錢談不合 就被退回家鄉了 荒誕的劇情 沒想到在2022年的中國大地上 仍然上演 一邊 在北京慶祝東奧 好像舉國寬騰 另一邊 是八台舞事件 令民間在一個個微信群 微博好相 露火中燒 張九雲決定 號召發起 斷鏈藝術行動 以解除 鎖住她的鐵鏈 打斷 販賣她的金錢鏈為主軸 收集作品 藉著在線上展覽 希望引起更多人對白鞋母親 和低下層女性慘遭虐待的關注 亂她驚訝的是 在發起行動的兩三天內 就收到來自過百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 有詩歌、音樂、矩畫、影像、雕塑、裝置等各種形式 第一期作品展已於2月8日上線 目前已排定有第二、三期 在2月底3月初刊出 她說 新的投稿作品仍在 源源不絕從中國和世界各地進來 其中一部投稿作品 來自福建的90號女藝術家 漢地Handy發表的歌曲 《被抹去的女性》 《被抹去的女性》 鐵鏈圈中發出的悲鳴 《我身於敏南,做一個女孩實在太難》 《大伯賣掉女兒,只要孩子性別為男》 《孩子還未出身,就準備男孩的玩具》 《醫生說,視覺男的,全家都喜極而泣》 漢地說 在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這首歌 想記錄中國社會這種根深體固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她益術說 《我從小在非常傳統的敏南文化環境中長大》 在那裏有很多看起來很正常 實際上是荒誕的 關於重男兄女的悲劇 那些受重男兄女教條迫害的女性 就好像她們平日反覆抹桌的抹桌布一樣 從一個個家庭 從一段段歷史足 被抹除得一乾二淨 筆名邊界的詩人寫了一首詩歌 題為《一個被狗鏈鎖住的春天》 詩歌寫著 《長角雪崩》 《盲山花濟》 《一個被狗鏈鎖住的春天》 《盛世東澳》 《暗潮洶湧》 《一個被狗鏈鎖住的春天》 《爬高母親的衣服》 《抹開母親的雙腿》 《笑盈四海奔憑》 《笑盈四海奔憑》 在言論自由 好像被鐵鏈鎖住的社會中 藝術家正是用各種方法發出悲鳴 其中一位參展的藝術家 身於四川七十後的周平說 我並不是那種好鬥的人 我這次真是忍無可忍了 周平以四張黑白色調的油畫參展 畫中有被破碎瓷器困住的女性人鳥 她說 女性人鳥是一種渴望自由的精靈象徵 她們在禁錮中振扎 四張油畫的最後 是一張黑白舊相片 相片中的兩個女性 是周平的姐姐和婆婆 周平益術說 她的姐姐五歲時 在家附近玩的時候 被誘拐失蹤 無助的母親 一生都是在找她的姐姐 甚至請陰陽師算下姐姐的生活狀況 未能找到她的姐姐 亦成為母親去世前最大的遺憾 周平幾度謹煙地說 一看到白鞋母親 亦會想起姐姐 不知道她會遇到什麼事 遇到什麼殘害 一想起就心痛 白鞋母親事件爆發 正值中國傳統過年 和東奧開幕之際 民意反應激烈 討論從虐待婦女展開到其他各方面 有人檢討扭曲的計劃生育政策 和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 亦有人進一步批評當局 打擊人口販賣無效 和農村扶貧工作的虛假 豐原官方自1月28日 1月30日 2月7日 和2月10日 連續發出四封通報 從聲稱不存在拐賣行為 一改再改 最後一份聲明轉而確認拐賣存在 並將涉嫌非法拘禁小花梅的丈夫董志文 和涉嫌拐賣的兩個疑犯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張九雲說他對政府的所謂調查 仍充滿懷疑 這四份簡報我都看過 就覺得聚述每次都不同 政府的公信力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喪失 復旦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合作所長 美國物資根大學 婦女學系和歷史系中生教授王正分析 這份官方通報 互相矛盾 說法都不同 但背後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給你一些所謂的事實 想敷衍過去 但是只包不住火 真正矛盾有移民的地方 老百姓都看得出 王正還觀察到 白鞋舞事件是第一次 在嚴肅媒體主動或被動全部缺席 而完全由民間輿論推動官方結論發生逆轉的重大社會公共事件 上一次類似情況在2003年 還有主流媒體介入調查的孫志剛事件 參與斷鏈藝術行動的詩人張興 在發表的詩歌《村民》中寫著 專制之下 我們與這些女人的命運 其實就是突然其來的衝擊 今天不為她發聲 明天就不會有人為自己發聲 與上節目的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訊息 來源為自由亞洲電台 這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推boy一下 我們請大家推動 如果我們可以保護者 這個提供 請教員 請教員 幫助 教員 請教員